在Kingston又沒有新盤 Wimbledon的房子又貴 拿著500萬港幣 又想買新房兩房 有什麼選擇呢? Check out Sterling Place 在盤之前我們先看看一個位置 Sterling Place附近有三個火車站 如果在圖片看 它是黏著Kingston和Wimbledon Rings Park這個火車站 我們團隊去看盤就在這裡下車 一出來走過一點就有間Waitrose 在Rings Park一個站就可以去到Wimbledon 在那裡三個字就可以出到Zone 1 Waterloo 誰人都知道Wimbledon出名的是網球 網球場就在Wimbledon Park旁邊 再旁邊一點還有一個Golf Corp Team 在Sterling Place開車過來這裡 十分多鐘就到了 Wimbledon的站旁邊就是Wimbledon Quarter Shopping Center 除了普通店外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這裡有一間Third Space Gym 這間Gym不是到處都有 真是高級地方才有 例如Mayfair、Soho、Richmond和Canary Wharf 你當它是香港豪華版的Pure Gym 在一個盤的西邊就是New Modern那站 出了名的Korean Town 如果你在這個站走回盤的話 由High Street開始 你會不斷看到不同的韓式餐廳、 叫做Jingo J 聽發展商說 這間餐廳有很多英國的Celebrity 都特意來這裡吃 最後在盤的右邊走多700多米 就是最近的Mox Per Parker 如果你平時不是上班 一定要去Central London的話 又不想開車 想逛街找些東西做 其實盤門口就有一架131巴士 可以分別去到Kingston和Wimbledon 兩邊都是十分多鐘而已 再不是的話 你可以跟朋友、家人或小朋友 去David Lloyds的Rains Park Health Club 那裏有Kids Club 你可以游泳、健身、Spa、Tennis 夠你玩足全日 Sterling Place周圍的學校都一樣出色 基本上不是Outstanding就是Good 尤其是Tiffin School 難入的程度跟香港的聖保羅 有得比 先看看盤 地盤之前是用來印銀子的 所以樓盤名叫Sterling 發展商特意用Crital Windows的設計 符合之前印刷廠的感覺 整個項目有7棟樓 大概有450多個單位 估計會在2027年會全面收樓 旁邊對面就是Tesco Supermarket 現在盤是屬於最早期的開賣階段 Sterling Place 可以說是暫時這區唯一新盤 在這裡的周圍附近 基本上青一色都是矮樓 所以景觀上來說 基本上你在4樓或以上 都不會有遮擋 Rockside 12層高 Wilkinson 9層高 這兩棟樓是黏在一起的 一左一右 最新的Wilkinson Apartments 以兩房為主 一樓去到七樓的分部都一樣 六間兩房 三間一房 去到八和九樓 就縮到六個單位 向著北邊就是Wimbledon Hill Park 西邊即是Tesco那邊 過少少就是Beverley Park 東邊就往回這裡的內圓 好像這間向內圓的兩房 差不多770呎 500萬港幣都不用 另外這間一房 560呎 三字頭而已 Sterling Place 有車位 還有電車的充電閘 還有 Gym 和 Yoga Studio 管理費是一點都不高的 兩磅八一呎而已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聯絡我們Pagebook Property